即使只有一個只有他而已 但是象徵之類的時代 左手邊是已經過去了 中間是現在 再左手邊是未來 那第二排也是有三個 中間是佛祖 左邊之後邊是萬世義復喪 然後第三排肚子答答的光頭是誰 米的佛 對 最後一個施詐謀祢 你看到這個寺廟是早期 其實只有一個象御而已 放在一塊石頭上面 然後每天上了萬個淫屋 他們都坐好去和魚 就是都買水果燒 買香來這邊開災 但是到2005年 就是他看到覺得這邊 就是太陽這個寺廟太陽 怎麼知道呢 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越來跟大陸 就是來這邊萬能看的光 他帶過來很多奇奇 來到這邊還沒開始動的 他就壞掉就有問題 結果才舉一個法式 就是來到底是什麼原因 他說這個 這個必放著一個寺廟 非常非常靈 那你們來到這個寺廟 買一些那個東西 然後這邊拜拜 結果國井這個法式 來這邊弄好的時候 他做什麼事情都很順利 所以他看到這個寺廟 所以他看到一個寺廟 看一個寺廟 叫武三廟 你看到那個越南的寺廟 大部分全部都寫那個中文法理字 這些字你們台灣人看得懂 中國人全看得懂 我們越南人看得懂 但是越南人他了解這個寺廟的 這個寺廟的 福建的歷史 主要這個寺廟拜拜神 為什麼他都寫中文字 是因為第二世紀 佛教是神 是因為第二世紀 我來看得懂